笔电MacBook过去是小众市场的酷玩意儿 但是去年销量成长46% 堂堂迈入全球第六名 而记忆体模组厂商也嗅到商机 早在去年第一季就推出MacBook升级商品SSD固态硬碟 更要让消费者自己扩充储存空间 客制化产线 有很多步骤都是人工流水线 现在镜头前首度曝光 一颗发光的苹果logo可以千遍万化 MacBook迈入主流 登上全球第六大笔电品牌 周边商机也成了新蓝海 看准消费者就机型用久了 储存空间不够的问题 记忆体大厂在去年第一季 首度推出了苹果版的SSD固态硬碟 让消费者扩充储存空间 客制化产线 首度在镜头前度假曝光 传统的记忆体大厂 现在也投入了苹果升级商品的开发 我们实际走进上千屏的厂房 看看生产过程 映入眼帘的是14条SSD固态硬碟生产线 一天的产量达到6000片 第一步得在PCB板上头涂上一层席膏 就像是涨了一层水泥 下一步才能把IC盖在上头 在我手上这不是电影胶卷 而是上头有着一颗颗的IC 现在会由这个制件机把它贴在PCB板上 机器手臂把数十个零件按照位置贴上PCB板 一点误差都不允许 经过加热凝固之后 便送到裁切区 一片一片的SSD在大功告成出厂之前 都必须先经过测试 它会从低温-5度到75度 然后会针对产品的可高度做一个测试 那基本上这测试时间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通过温度测试还不够 每一片SSD固态硬碟 都会经过人工开卡测试毒血速度 蓝色的灯光持续闪烁 我们的SSD固态硬碟 现在正在写入一组序号 就像让它拥有身份证一样 接下来就能进入包装阶段 生产线员工亲自检查每一个项目 都装到盒子里 从开卡到包装 全都是人工流水线 因为像苹果这样的策略型产品 出货量目前不足以支撑 大型的自动化生产线 不过毛利比较高 去年第一季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蓝海商机 那转坐到这一块 也发现这一块隐性的市场 市场商机是蛮大的 而且都是比较高单价 不只苹果升级产品 记忆体模组大厂各显神通 创建看好苹果升级产品 和行车记录器商机 微刚切入电竞市场 雨沾则是扩大投资公控市场 布局越来越多元化 就是因为物联网兴起 研究单位IDC预估 2015年台湾的物联网 市场规模 将比去年成长10.9% 达到8920亿元的市场规模 未来药制胜 已经不能靠单一产品 记者杨志杰 陈彦宏 他有报道